今天我们要来看是约翰福音第九章 约翰福音第九章是一段非常戏剧性的经文 在这一章里面很完整地记载 耶稣医治的一个生来瞎眼的乞丐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事件 就是耶稣教一个生来瞎眼的乞丐得以看见 而这位生来瞎眼的乞丐 这位生来瞎眼的人是以乞讨为生的 请问这是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对吗 你们怎么没有很高兴的样子呢 可见你们就是没有瞎眼过你知道吗 就看样子白内障青光眼都没有得着 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瞎眼的 而且生来瞎眼的 这是一片大的喜事啊 这一个生来瞎眼的它有很大的改变 以至于他邻居和知道他素来在讨饭的 为了他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争执 而旁边有一群法利塞人 为了耶稣在安息日叫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得以看见 就恒生之节 你要知道 犹太人这个法利塞人是非常有权威的 有权柄的 能够决定很多的事情 他们不仅询问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两次 还去找了他的父母来 最后还把这个生来是瞎眼的 后来得了医治的人赶出了会堂 很多人不了解说 赶出会堂什么关系啊 离开林森南路隔壁就有教会 对吗 当时他们赶出了会堂 就是赶出犹太人的社会 就是你不被承认你是犹太人 这是天大的事 也因为这个缘故 法利塞人跟耶稣就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思想 耶稣基督是真光 耶稣基督是真光 以及到底谁是瞎眼的 到底谁是瞎眼的 第一我们来看 真正的光是耶稣基督 可能大家不了解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学科学的 如果你是有很多的科普的尝试的 我们不太能够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 光是约翰 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 很喜欢的一个词 在新约一共出现70次光 这个term这个词 其中有22次出现在约翰福音 然后有启示录跟约翰一书就有9次 所以新约圣经使用光一共70次 其中差不多一半是约翰用的 而且当约翰用光这个词的时候 较少指的是自然界的光 刚才无论圣康无论是光周 都提到了外面的光很好 很舒服 可是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他更多的是用在属灵的含义上说 光到底是什么 耶稣似乎特别喜欢用光来形容耶稣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经文的时候都你们念 这样我可以偷几秒的休息 好不好 来 我们读约翰福音一章7到9节 请 是我耳朵的问题 还是你们声音的关系 我不是听得很清楚 等一下要大声一点点好吗 因为我刚才算还蛮大声的 我这样算不算大声啊 还可以 那个麦克风不用开很大没关系的 不过呢 也不要关小 因为这样我压力太大 好 在这里约翰提到 施洗约翰提到说 这人来 这人就是耶稣 说为要做见 对不起 这人来是施洗约翰来 使徒约翰写说 施洗约翰来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这个光就是指耶稣基督 所以说 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个光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约翰说 施洗约翰不是纳光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 光常常指的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约翰要用光来形容耶稣基督呢 那是因为耶稣自己说 他就是光 是耶稣先用这个比喻 说他是光 当耶稣讲这样的时候 大概公元或西元或祖后三十几年 可是约翰福音写 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是九十几年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 是引用了耶稣自己说他自己的话 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读 预备 请 耶稣自己介绍自己说 我是世界的光 而且世界的是来形容光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世界的光嘛 所以如果把世界的拿掉 我是什么 对 他说我是光 而且来加上一个形容 来确定这个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另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 耶稣也说 这个世上的光就是刚才那个世界的光 所以耶稣有两次说我是光 我是光 可见并不是约翰爱用光来形容耶稣 是耶稣自己说我是光 约翰只是引用了耶稣的自我介绍 耶稣基督是光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光是从哪里来的 太阳嘛 所以他们说要把窗户打开 要把窗帘打开嘛 我们一直以为光是从太阳发出来的 我们顶多还认为 许多像太阳一样的恒星 会发出光来 对吗 你们稍微有点科学尝试好吗 但是耶稣自己说他是光 这一个讲 这一句话呢我们一直要到启示录才明白 来预备请 纳城内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信耶稣 我读启示的时候不是很明白 他这里说 信耶路撒冷城内 不用日月光照 我不是很懂这个意思 我到年纪很大 才明白说他说应有神的荣耀光照 换句话说神的荣耀自己会什么 翻光 会放光 因为这个缘故呢 将来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不需要日头 不需要月亮 虽然月亮只是反光 对吗 是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在新耶路撒冷 而神荣耀的光 其实就是指着羔羊耶稣基督的光 他就是城内的灯 对吧 又有羔羊为城内的灯 那时不再有黑夜 请问弟兄姐妹 现在在地球有黑夜 是因为光被什么 遮住了 光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有黑夜 是因为光被遮住 可是在新耶路撒冷城 不再用日光 不再用灯光 因为神自己的光照着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光 真光是耶稣基督 事实上和其他一切的光 都只不过表明或表现了 耶稣基督永远光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讲 约翰福音的时候 讲耶稣要一直生来瞎眼的 这个人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真正的光 是耶稣基督 我们先把这个确定下来 你把它摆在一边 说真正的光是耶稣基督 第二 那耶稣的光做什么呢 耶稣的光要照亮世界 照进人心 当我们讲光的时候 或许我们会想到日月的光 可是耶稣基督是一切光的源头 耶稣基督是一切光的源头 光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太习惯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 你不容易明白 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会想到这个光 想到这个光 那光的目的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请 耶稣提到他是世界的光 是表明他是光 而且当他说他是光的时候 他不是讲抽象的光 乃是真正的光 对我们而言 他就是客观的存在 他自己说他是永恒的存在 耶稣是世界的光 这件事情 是指他为整个宇宙 整个受造物 客观存在 永恒存在世界的光 他说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这个光不仅是客观的存在 而且是让人什么的 跟随的 让人跟随的 当一个人跟随光的时候 他就不在黑暗里面 他不仅不在黑暗的里面 他也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这是指着耶稣不仅客观的存在 他也让愿意跟随他的 主观可以得着的 永恒可以得着的 我们因为常常换住的地方 然后每天服饰很多 所以晚上有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 不太很清楚那个房间的格局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每个旅馆不一样 每个人的家里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万一晚上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常常看不见 因为这个缘故 我每次睡觉的时候 就把那个窗帘打开来 这样外面的一点点的围光就照进来 我想大家都明白 在完全黑暗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点光 你就可以看到有影子 对吗 你就可以说 那就安全的 怎么样有东西 哪里有东西 哪里有东西 你可以避免掉 所以光是可以引导我们的 只要有光 那么我们就看得见 其实光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 这段我们已经讲过了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的这个接受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它就是翻成接受 因为你知道古代的语言 它的wording比较少 所以它有一个词可以用两 有一个词它可以用好几个意思 而这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一个比较更好的翻译是 黑暗却不能胜过光 换句话说 光照在哪里 哪里的黑暗就不见了 这是光的特质 无论光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把黑暗赶走 对吗 我们一直以为光跟暗是相对的 其实光跟暗不相对 暗不是光的对手 任何地方你只要开了光 黑暗就怎么样 就不见了 而且开得越光 黑暗就走得越远 那我现在看你们不是很清楚 因为比较暗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比较暗 还是我眼睛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够亮 但是如果你把Spotlight一打上去 打一个地方那边就更亮 打一个地方那边就亮 对吗 因为光照到那个地方 那个黑暗就怎么样 就不见了 所以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能胜过光 所以耶稣基督的光 他自己说客观上 他是要照亮宇宙 照亮世界 但在主观上 他也要把人心里面的黑暗赶走 所以耶稣对着那些围观 被抓到行淫妇人的那些群众 说一句话 我们上次讲的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的同时 光就照进去 众人里面的心因为被光照进来 就看见了自己的罪 所以圣经上说 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怎么样 都出去了 那些人会出去 是因为光照进来 这些光照进来 他们发现了 所以一章第九节这样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当约翰在描述耶稣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耶稣这一个光是真光 是光的源头 是一切的光的来源 他也是最起初的光 所有的光都是耶稣基督的光 作为根据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等一下我就会讲这个事情 我现在先把那个观念告诉你 就是光的特质是什么 耶稣基督是真光 光的特质就是要照亮世界 照进人心 因为这一个缘故 圣经上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又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个生命在他就是耶稣基督 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进到今天的主题了 那就是耶稣一致生来瞎眼的 是为了什么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一致生来瞎眼的 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一致生来瞎眼的 非常清楚地预表了 耶稣基督是真光 说明了耶稣基督是真光 这个与约翰福音整个的性期 是相吻合的 这个神迹也充分表明了 耶稣要在地上做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开启人的心 让人心的黑暗被赶走 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 第九章的圣经 来看耶稣基督 怎么样医治生来瞎眼的 怎么样医治他 并且医治他到底要表明什么事呢 第一 表明我们要有接受真光的心眼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来读耶稣基督 到底做了什么事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五节 我们来读一杯 请 耶稣过去的时候 还愿一个人生来瞬瞎眼子 神主问耶稣说 哪里的人生来瞬瞎眼子 是谁犯的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为他说 也不是这人犯的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 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座位来 这一段一开始就提到 耶稣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不仅他看见了 门徒也看见了 门徒也看见了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门徒也看见了 所以门徒抓了这个机会 就问他说 拉比 这个人生来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个人呢 是他父母呢 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 有人生来就是有残疾的 有人生来就是有疾病的 可是他为什么生来 是有残疾的呢 我们这次从巴黎飞到 GFK 纽约GFK机场的时候 来接我们的是 每次来接我们的 那个是以前我们 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陪着他们的 他们现在也六十多岁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二十几岁 他们也二十几岁 我们就陪他们 他们十几岁 二十岁 你就陪他们 后来他们就到美国去读书 后来他们就在美国工作 他们就在美国 他们可能在台湾结婚 又到那边去 他们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 当时怀孕的时候 医生就检查出来 他那个孩子的心脏 是发育不完全 所以他的血会混起来 在三十年前左右 二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他生下来的时候 旁边就有医护人员 十几二十个 还好生在美国 他生下来 立刻就全身换血 然后就开刀 然后他一直开刀 一直开刀 一直开刀 他的孩子 生下来就这样 还好是生在美国 那个时候 在二十几年前 那个孩子到现在 他的血氧 一直保持92 我们当中 血氧到95的时候 你就头晕晕的了 那我是长期血氧 96 97 很多人跟我说 你怎么还活得这么好 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没有去查为什么 但是我都是96 97 一般人到96 97 其实他不是很舒服 到95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了 可是这个孩子 一直维持着92 到现在还是这样 有的人生下来 是天生的残疾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会想 是因为他犯罪吗 当然这是门徒问的 当然不可能 他生下来后犯罪 因为他是天生的残疾 对吗 所以还没有生以前 他就犯罪了 那残疾是天生的 所以合理地解释 他就是他前世犯了罪吗 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呢 所以他生下来有报应 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 生下来有疾病的正常反应 我们为什么这样反应呢 因为我们对人生很好奇 我们看到人生 有很多的不公平 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这个人 生来瞎眼的呢 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嘛 他瞎眼一定有个原因 才公平 如果没有原因 哪里有公平呢 对吧 这个生下来是瞎眼的 那个生下来是瘸腿的 还有很多人很健康 所以人类一直在研究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医疗就越来越发达 因为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 其实不仅是生来有残疾 或有疾病 我们觉得不公平 这个世界 绝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不公平的 对吗 你们觉得有 多少公平的事 我因为活到这个年龄 我看了很多 我已经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公平 恶性肿瘤 并不一定 临到比较坏的人 不一定 恶性肿瘤 临到哪一个人 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一定的标准 也找不到一个原因 有一句话说 红颜薄命 对吧 为什么红颜 命就薄呢 又有一句话说 天记英才 那为什么英才 天都嫉妒他呢 可见有的人在壮年 中年 甚至在幼年 没有原因就死了 有的人生在贫困的地区 有的人生在富豪之家 你觉得公平吗 你觉得公平 那你已经生在 有钱人的家 你生在没有钱人的家 你就觉得不公平 我们再想一下 这总有个原因嘛 所以历世历代以来 我们都问这个问题 这些不公平 是谁造成的 是我造成的吗 还是别人造成的 如果是别人造成的 关我什么事呢 如果是我造成的 还稍微有点公平 所以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门徒问耶稣的时候 是问 这是谁犯的罪 他没有问说 这是原因是什么 肯定在人的心里面 都有这个想法 那就是病或痛苦 是最造成的 一定是犯罪 才有这个结果 当然 约翰徒第八章 耶稣已经说过 你们当中 谁是没有罪的 可见 如果是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 所以门徒问这样的话 是很合理的 他说 为什么这个人 是生来瞎眼的呢 是他犯的罪吗 还是他父母犯的罪 但是是不是一个人 犯罪犯的比较多 他的人生就比较悲惨呢 我问你们是不是 不一定嘛 你有没有看过 很多恶人 都因为吃得太多 眼睛突出来 有没有 这不是我讲的 都是圣经说的 顺利 也不是因为他做了 很多的好事 不顺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你一直是个好人 对吗 可是你并不很顺利 何况 有些人是生来 天生有残疾的 有自闭症的 或者有各种 遗传疾病的 甚至连医疗界 最近都发现 恶性肿瘤 最主要的因素 归纳起来 归纳起来 最主要的因素 还是什么 遗传 遗传 所以门徒问这个问题 其实问出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 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那就是这一个人 到底为什么生来瞎眼的呢 换一个比较 口语的问法好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不公平呢 弟兄姐妹 你不觉得 为什么不公平吗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讲起不公平 现在因为你们在听到 没有时间仔细地想 我会让你休息一下 说想一想 你觉得公平不公平 你会发觉 你的人生很多不公平 很多不公平 耶稣在这个地方 就做了一个 很稀奇的回答 请我们来读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这样 耶稣做了很稀奇的回答 是第三节 我们来看 预备 请 耶稣 趁着白日 好 耶稣先告诉他们 这个人生来瞎眼 不是他生前犯的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 报应在他的身上 他说 这件事情 来是要显出神的什么 作为来 显出神的作为来 原来不公平 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 这句话我们不是很明白 第四节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 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 人的困难 痛苦 和这个人是不是犯罪 或者他父母 有没有犯罪 没有绝对的关系 没有绝对的关系 这并不代表 他没有犯罪 未来 或者他父母 没有犯很多的罪 没有 他重点不再讲这个事情 但是耶稣在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所遭遇 这些所有的事情 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来 意思是 意思是 神在这些人身上 可以显出他的荣耀来 神在某些天生残疾的人身上 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意思是说 虽然人有困难 虽然人有疾病 但是神的作为 可以让我们经历到 即使有这些难处 神都有能力替我们解决 当然 这有点难 我再仔细地解释下去 所以耶稣说 当趁着白日 做那猜 他来者的功 也就是 应当趁着今天有机会 就让神的恩典 彰显在人的身上 在这边 耶稣就铺了一条路 就说 他其实是要医治这个人 他只是先把这个道理抢了 门徒问他说 这个人是犯了罪吗 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 为什么生来是瞎眼的呢 耶稣先把路铺出来 他说什么 他说不是他父母犯罪 也不是他犯罪 是因为要显出神的荣耀来 换句话说 等一下他就要做一个 神的荣耀 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第九章 全部读完 我们就知道 耶稣医治这一个瞎眼的 重点却不在于说 他可以医治我们的肉身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 就是他可以医治我们的全人 我再讲一遍 如果把这段圣经整段读完了 你就知道 耶稣的重点 不再可以医治我们的肉身而已 他是要医治我们的全人 我们前面说到 耶稣是真光 耶稣是光 如果光是耶稣 如果耶稣是光 我请问各位 人要能看见 除了要有光 不在黑暗里以外 还需要什么 今天有点深 对不对 还是因为你们反应不过来 还是因为我讲得不够清楚 我想我讲得很清楚 耶稣如果是光 他要医治我们 他要光照我们 请问人要具备什么东西 一个能看得见的 心眼 我们要有个看得见的眼睛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接受光的眼睛 我们讲这个话 是大家都不太明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眼睛都天生能看见 所以你没这个问题 光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见了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看不见的人 即使外面有光也没有用 你听得懂吗 我有一个学生 是我们欧华第一届的 我这次来看到他 我这次为什么 很多人都反对我 因为我讲完道到晚上 去赶一个九点多的飞机 从巴黎飞到这个意大利 到意大利Bologna 到意大利的Bologna 从巴黎飞到Bologna去 本来应该十一点多到 后来飞机十一点才起飞 所以到了时候一点多 等我们到的房间是两点多 早上要赠一个婚 中午吃一个饭 吃完饭立刻去机场 再飞回巴黎来 所以巴黎最后的工作是 讲道 然后坐飞机到Bologna 意大利 然后证完婚 然后证完婚再飞回来再服事 有的人就说你需要这样吗 你需要这么辛苦 就是为了一个证婚 24小时从一个国家 飞到一个国家 做完一件事再飞回来 而飞出去之前再讲道 飞回来之后立刻就服事 你需要这样吗 本来是不需要 可是这个新娘的爸爸 是我一个学生 是我们欧华第一届的毕业生 本来第一届的毕业生 也没有特别重要 可是他是一个后来瞎眼的 他天生是眼睛很好的 他因为长脑瘤以后呢 后来医生就第一次帮他开刀 第二次帮他开刀的时候呢 又长了嘛 你们都知道 脑瘤没有一个好东西 因为脑瘤是会一直长 一直长一直长 因为那个养分多 所以不管是恶性的 或者良性的呢 你是没办法 你必须一直开刀 一直开刀 他第二次开刀的时候 医生跟他做了所有的评估 然后跟他说呢 你会有这个后遗症 你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你可能会怎么样 后来他手术完了 出来了 什么都没发生 也就是他也没死 他也没有医生讲的 所有的问题 他都没有发生 可是他就看不见了 意思是怎么会看不见呢 后来就帮他检查 他所有检查完了 没有问题 可是他看不见了 那我就问他 我就跟他说 你看不见是什么意思呢 来大家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你有没有觉得还是亮亮的 对吗 可是他说他的瞎眼 是什么都没有了 黑暗 他说全部的黑暗 你知道他如果是 生来瞎眼的是一个样子 他是后来瞎眼的 他才知道 原来他原来看得见 是多么的宝贵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得见是多么的宝贵 因为他女儿结婚 他就问我说 李长老你可以跑吗 我说当然可以跑 所以我就特别飞过去 帮他女儿征婚 他高兴到不行 他看着我抱着我 你知道吗 五十几岁的人呢 又笑又哭又抱着你 你多开心啊 他的女儿结婚了 而他的亲家 也是那个教会很重要的同工 所以我就飞过去 他完全看不见了 那个时候 他才告诉我 他完全看不见 在几年前 我就跟他说 你的看不见是什么原因呢 他就说 医生也找不到原因 也不是水晶底的问题 也不是视网膜的问题 也不是视神经的问题 医生查不出什么问题 我说那太好了 所以是神让你看不见的 你说这个人讲话有够狠 对不对 因为如果是神让你看不见的 有一天怎么样 你就看见了 当然视神经受损 视网膜 玻璃 这个水晶底坏掉 都会让你看不见的 在某种程度 但他是没有任何的原因 医生查不查了任何的原因 我就跟他讲 趁着眼睛还没看见以前 做一些以后 眼睛看得见 就不会再做了事 听得懂吗 你们这些人 不仅没有幽默 也没有积极 对不对 而且你对神也不认识 你知道吗 他只有一段时间会看不见 这样有些人就能看见了 你知道 他被这句话真的感动了 我也曾经在这边跟你们讲过 他从诗篇第一篇 一直写到 从约伯纪第一篇 一直写到 博师真传雅各的最后一篇 他每一章圣经写了一个打油诗 很厉害 那如果你对圣经不熟 你看那个打油诗没感觉 你如果对圣经很熟 他每一章写一首打油诗 你知道打油诗吗 打油诗可能是七言 可能是四言 可能是五句 可能是八句 你一读了 你心里就像开了一样 我说 你瞎眼了 我们心开了 真的啊 你瞎眼了 我们心开了 因为他把他圣经 我说你怎么做呢 他说因为没有事做 他每天就放一张的圣经 重复拉念 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套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就一直念一念 一地点 然后他就祷告 因为没有事做嘛 去年我到他家里去看他 他连自己的家都不会走啊 因为他不习惯 他才瞎眼两年 他不习惯 所以他都要摸得走 摸得走 摸得走 其实他们家没有很大 就studio 大家就这样子而已 他在里面有很大 他都摸得走 摸得走 摸得走 他看不见了 你要知道 一个人要看见光 他要有一个受光体 对吗 否则他看不见光 所以在这里 如果一个人没有眼睛 或者他的眼睛没有作用的 我们知道他是看不见的 他是瞎眼的 第八节 这里讲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他的灵色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 是个讨饭的 他是个乞丐 是一个可怜的人 他因着瞎了眼睛 就不能做事 你要知道 现在瞎了眼还能做事 以前瞎了眼不能做事 对吗 我这个学生他瞎了眼 可是呢 他可以放录音机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然后他原来就对圣经熟 现在就有这个功能 不然他叫他太太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人家太太也很烦 后来他写字 他就说 我说那你怎么写字呢 他就用手 就按着指 然后就这样写 你要知道 你有眼睛帮你 所以你写字 可以写得出来 你没有眼睛帮着你 你写的字 你自己看不见 别人也看不懂 你自己看不见 别人也看不懂 所以他说他起先写的字呢 他自己都看不见 当然嘛 可是他太太也看不懂 后来他就慢慢慢慢 这还有东西的帮忙 而这个人呢 他是生来瞎眼的 所以他变成了乞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仅肉身 因为看不见 会变成乞丐 我告诉各位 当我们心灵瞎眼的时候 我们就更贫穷了 更贫穷了 如果我们灵里面是瞎眼的 我们的心灵上也会变成乞丐 你要知道一个人乞讨 是因为他贫穷 他只好去讨饭 当我们心灵瞎眼的时候 我们也是贫穷的 让我来告诉各位这件事情 那就是当我们心眼瞎的时候 我们即使有钱也贫穷 有名也贫穷 很多的享受也贫穷 为什么我们说 一个人有钱还贫穷呢 这不是很矛盾吗 他不是有钱吗 他怎么会贫穷呢 不 一个人有物质的富有 他心里很可能是贫穷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你不要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嘛 你说别人有钱却是贫穷 你怎么知道他贫穷呢 因为他有了还要 有了还在要永远不满足 这个不满足就是贫穷的表现 一个人为什么一直要一个东西呢 是因为他贫穷 他有了这么多钱 其实他一辈子都用不完 我认识好多人 他不仅这一辈子用不完 他的下一辈子也用不完 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 说奇美的创办人叫许文龙 我很喜欢他一句话 他说我的第三代 不能用我的一毛钱 有的人为了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存了很多钱 他说我的第三代 不能用我的钱 我觉得很好啊 有的人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为什么还渴望更多钱呢 其实并不是钱的问题 乃是他心穷的问题 赚了还要再赚 有了还要再有 一个人有了名 他为什么渴望更大的名声呢 就是因为他穷 他心里贫穷 一个人为什么被人毁谤 虽然毁谤他的 他知道那个不是事实 他会生气呢 因为他灵里面贫穷 这个我很清楚 我很有经验 我被人误会的时候 我都好生气 其实你想想看 被人误会有什么生气的呢 你听得懂吧 既然是他误会我 我为什么需要生气呢 因为穷嘛 因为灵里面贫穷嘛 如果你面真是富足 你并不怕别人误会你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你还蛮穷的 你还蛮穷的 一个人被别人毁谤 那个不是真实的事 可是我们会生气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平反 可是一个人 当他富有的时候 他不会生气 不会觉得缺乏 为什么一个人 有这么多的享受 他还说 我们还说他是贫穷的呢 他已经有 不知道多少个名牌包 觉得还少一个 这个叫做穷 你想清楚 这个叫做穷 他已经有多的 穿不完的衣服 觉得还少一件 因为他穷 他已经享受到 很好的物质了 还要更多的享受 因为他灵里面穷 觉得缺乏 他灵里面觉得不够 一个人贫穷 就会表现在讨饭上 所以一个人心里贫穷 就会表现在讨物质 讨掌声 讨名誉上 台湾又到了选举了 大家又开始有各种的 这个被刺激的状况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样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因为大部分都是穷的 很少真正富有到 没有关系的 肉身的表现是这样 心里的表现更是清楚 一个人灵里贫穷的时候 他会表现在要求 更多的满足上 所以当耶稣要来 医治这个人 而耶稣说 他是光的时候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第一 我们要有接受真光的眼睛 我们需要有接受真光的心眼 第二 耶稣医治生来瞎眼了 是为了表明 耶稣有能力医治 耶稣有能力医治 盲目的心灵 注意听 不是盲目的眼睛 不是瞎了的眼睛 耶稣要来医治 生来瞎眼的 不是为了要表明 耶稣有能力医治 一个瞎眼的人 当然表明了这个 可是更重要的表明是 他有能力医治 盲目的心灵 请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 预备 请 耶稣 我怎么全部都听到姐妹的声音 没听到弟兄的声音 我最后一句听到她的声音 我们再念一次 这次请弟兄 预备请 耶稣说了这话 旧土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霍尼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很多人在问 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来医治这个人呢 他就不能用别的方式吗 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来医治他的眼睛 耶稣其实要医治他的眼睛 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对不对 耶稣如果说看见 可不可以看见 耶稣可不可以说 自己摸一下就看见 可不可以 耶稣说 你可不可以心想事成 对不对 耶稣可不可以隔山打牛 可以吗 上司医大臣的儿子就这样子 耶稣跟他说 他说 耶稣你跟我回去吧 耶稣说 不不你回去就可以 因为你儿子活了 所以他可以这样做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医治呢 其实这里提到 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眼睛 耶稣在这边是要说 耶稣有 圣经在这边是要说 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眼睛 这用什么方法 不是重点吗 可是我们今天 更大的理由是说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 你要知道土唾沫在地上 或你抹在一个人的眼睛上 我先问你 脏不脏 第一 泥脏不脏 第二 口水脏不脏 那当然了 口水对于我们自己 有很大的好处 对吗 因为那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可是你把口水涂在人的眼睛上 这不太好吧 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 耶稣为什么要羞辱人呢 不是你让人看见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这样表示呢 其实耶稣在这边 重点不在于用这个方法 医治这个人 让这个人看见 耶稣是要用这个方法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用唾沫霍尼 而且故意在安息日 让这个人看见 他是要让法利赛人对他有意见 其实我问你 一个人得了医治 一个人从瞎眼看见 你让他做什么 他愿不愿意 我不要叫你举手 有癌症的 请心理举手 有身体残 很大的疾病 不能解决的心理举手 有像我现在这样 昨天回来当然就 看我女儿嘛 然后他一打三 你听个懂吗 然后宋明杰还在旁边帮忙 二打三 我觉得这太厉害了 韩库珀 摩根 我就是哇力气真大 我想到我都腿软 因为我已经没这个体力了 我看他一打三了 我还看他说 我说来来来 靠近你 我看一下你的脸 我说你的脸青春痘痘没 我说哇 我说你这个 这个这个 容光 焕发 我说你怎么看起来很有精神呢 你有三个孩子啊 我不行了 因为我老了 可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告诉我说 让我可以回复到 三十几岁的时候的体力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做 你听个懂吗 你就用你的口水 弄弄泥 涂在我全身上 叫我去洗 我也干 你不了解我在说什么 对吗 我现在让你年轻二十岁 叫你做一件事 你不满意的 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你做不做 谁不做啊 你要知道当一个人 有疾病的时候 癌症的时候 医生宣告已经没有办法了 不用治疗 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听得懂吗 高兴吗 高兴啊 这个没有听上下文的 你知道吗 就问你高兴不高兴 就高兴 医生说要吃什么就吃什么 要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 你呢 不玩了也不吃了 想尽办法怎么弄 叫你喝尿你都喝 不是这样吗 当我们有一个需要的时候 有人解决我们的需要 他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在这边用唾沫 或你抹在瞎子的眼睛 并且叫他去西罗亚池子 洗了 说你就看见 我问你 他去了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 他要这个东西 这叫做死马当什么 火马一 有的人说 哇 你羞辱他 我告诉你羞辱我吧 我也要 如果我是个瞎子 如果你让我年轻二十岁 我也要 可是耶稣这样做 真的不是为了那个人 因为耶稣这样一做 法利赞人就生气了 你知道他生什么气吗 他说你不可以祸尼 你听得懂吗 在放假的日子 你不可以祸尼 安息日 你不可以祸尼 我问你 如果你身旁边有一个人 你邻居有一个人 你不要说吧 就算你邻居有一个人 你不是很熟 他原来看不见 他原来走路这样 他原来用轮椅 他后来有天你看到 你怎么都好了 我问你 你高兴不高兴 你会不问他说 你怎么好的 你怎么可以到那个医院去呢 不会嘛 可是法利赞人就这样 所以耶稣医治这个 肉身的瞎眼 他其实是要指出来 另外一些人 他有瞎掉的心眼 他要指出那些人 他瞎掉了心眼 如果你要医治一个受伤的人 或者疾病的人 你要找到他的病灶 耶稣要把这些人挑起来 让他说 你怎么可以在这一天 用这个方式医治他呢 你怎么可以在这一天 用这个方式医治他呢 你要知道耶稣如果这样站的时候 看见 那个人就看见了 耶稣没有甘犯安息日 所以这个人实质好不好 并不是犹太人关心的 法利赞人关心的事情是 你不能做那件事 所以耶稣是故意 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要告诉你 耶稣专门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事情 因为他可以指出 我们心里面的问题 如果耶稣在手背 放在背后说看见 他就看见了 法利赞人对他没办法 耶稣故意吐 托梦在地上弄起来 弄在他眼睛上 叫他去洗 我也不知道走过去再走回来 有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路程 你听得懂吗 所以耶稣自己违反了 也叫他违反 所以法利赞人就生气了 有一个人从瞎眼变成看见 高兴不高兴啊 可是竟然他们这些人就不高兴 可见他们是瞎了心眼 耶稣有能力 医治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眼睛 他也有能力医治 受 罪所污染的灵魂 耶稣这边要做这一件事情的目的 是要让这个人得看见 而 法利赞人发现自己 他有盲目的心灵 可是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对吗 并不简单 对吗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不仅指出 耶稣有能力医治盲目的心灵 他更是要做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灵里面是黑暗的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耶稣要让这些人知道自己灵里面是黑暗的 有关灵里面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清楚地了解 凡是不承认自己灵里是黑暗的 他就不会去找光 凡是不知道自己看不见的 就不想要看见 或不知道要看见 对吗 他不知道自己看不见 那他为什么要看见呢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看不见的 那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 不过我想你应该明白我在逻辑上面的解释 就是只有明白自己是看不见的人 才会想看见嘛 你要知道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没有把握别人都看见 因为他自己从来没看见过 可是那为什么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会想要看见呢 因为别人会说你很奇怪耶 你怎么看不见 你说看见是什么 然后别人就会在 而且这个已经40岁了 所以他在过程中慢慢发现说 原来别人都看见 自己没有看见 他就被说服了 这样听得懂吗 说原来我看不见 可是这些法利塞人 因为他们都在一起 他们不知道他们灵里面黑暗 所以他们并不想 并不知道自己灵里面是黑暗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灵里面是黑暗的 所以他们需要被开启 说自己灵里面是黑暗的 来 我这样举例 凡是不知道自己生病的 不会找医生 对吗 只有知道自己是生病的 才肯找医生 我因为回来以后呢 耳朵有耳鸣 而且那个耳鸣好像蝉鸣 蝉叫 而且那个蝉叫 好像我这里造的一个东西 然后蝉在里面叫 你们都不可怜我 你知道如果这里有一个罩子 然后蝉在里面叫 你的耳朵就 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就写给医生 因为有两个医生 都是我的家庭医生 我就写给Brian讲 他医治我的部分 他给我开启的部分 我问另外医生说 我这个什么问题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你需要再去耳鼻喉科检查一下 你有可能吃了肋骨唇 所以这个肋骨唇就让你有声音 可是他同时就把其他的器官 因为他把这些东西 就移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美国仙丹很厉害 对吗 可是你美国仙丹不能长期吃 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要把病灶拿掉 然后就不吃肋骨唇 然后他就慢慢回来 如果你导致别的地方有问题 你就要再去看病 解决那一个问题 他因为这样讲 我本来以为只是时差 他说有可能是时差 我说是不是吃药 他说有可能是吃药 我说是不是太累 他说有可能太累 他说不过要排除 你听懂吗 要消去 要消去 十几年前 我也到台中去讲到 下面有很多医护人员 我讲完第一堂 过了一会儿又讲第二堂 我讲完第二堂的时候 有三四个医生走到前面来 就跟我说 李长老你最近瘦很多 不像现在 那个时候七十几 他跟我说你瘦很多 我说对呀 他说你什么问题 我说没有吧 他说不行 他说你今天不可以离开台中 我说为什么 因为明天要做全身检查 我说我为什么要做全身检查呢 我说你觉得我有病吗 他说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病 但是我们现在要排除 排除你是癌症造成的 后来我礼拜一就被他们留下来 礼拜天晚上就回不了 后来他就排除 礼拜一他们就做了全 马上就送到这里 送到那里送到那里 后来马上看完所有资料说 好你今天可以回去了 因为排除了你是癌症 至于你是什么原因瘦下来的 没关系 但不是癌症就好 这要排除无法 对吗 我今天下午就排除一个东西 他就跟我说 你可能是中耳炎 你可能是内耳有问题 因为你吃药的缘故 你去查一下 如果没有就好了 请问我去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排除这个东西 而我也相信医生跟我讲的 他告诉我说 可能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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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是第四个 是可以医治的 其他三个是需要休息 需要时间 但第四个是可以排除的 所以他叫我去排除 我就去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身体不好的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身体不好 他就不会去找到 自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读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我们来读 预备 请 他说 这个是法利赛人跑去找这个瞎眼 看见的说 他是个罪人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安息日霍宁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要告诉 那个瞎眼 生来瞎眼的说 他是个罪人 可是这生来瞎眼说 他是个罪人 他是不是个罪人 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 就是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你知道这句话 听起来格外刺耳 因为他说 他是不是个罪人 我不能判断 但我知道我以前是眼瞎的 我现在看见的 所以知道自己是眼瞎的 是愿意被医治的 耶稣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因为耶稣知道 他知道自己有问题 所以耶稣就做任何的事情 这个人也愿意 可是耶稣做这个动作 是要让法利赛人看见 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是瞎眼的 你自己不知道 谁是瞎眼的 所以 你会这样讲说 他自己是瞎子 他自己当然知道 对啊 肉身的瞎眼 别人知道 我们自己也知道 但如果我们不知道 自己是灵里面是黑暗的 我再讲一遍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灵里面是黑暗的 我们就不肯接受 真光的照耀 我们来看这段 非常有名的 耶稣说的话 耶稣说这句话 就是给法利赛人说的 耶稣说 我不知道那个 这个逻辑性 或者那个哲学性这么强 我们能不能明白 耶稣在这边是说 他愿意赦免人的罪 如同医治一个人 让他能看见一样 耶稣说到 他愿意用他的真光 照进我们的心里面 但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是灵里面黑暗的 我们才可能愿意被光照 我们才可能愿意 接受耶稣是真光 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 灵里黑暗的时候 他怎么会愿意 接受耶稣的真光呢 当一个人不知道 自己是错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 接受别人的指证呢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明白 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 有时候别人说我们错了 我们到底肯不肯承认 我们自己是错的呢 这个夫妻最容易发生这个事情的 对不对 丈夫指责妻子 或妻子责备丈夫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是知道错了 不肯承认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是知道错了 不肯承认 因为这个有面子问题 可是最困难的 是我们不知道自己错了 你知道我们不知道自己错了 我们就理直气壮 我们不知道自己错了 就是我们灵里面是错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灵里面是黑暗的 我们怎么会接受别人的指证呢 你知道我是一个 很喜欢去传福音的人 我很喜欢告诉别人说 你需要耶稣基督 可是我所有的重点 都不再介绍耶稣基督 重点 很多人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 一直在介绍耶稣基督 我不太介绍耶稣基督 是因为你怎么介绍耶稣基督 都没有用 因为他不觉得他需要的时候 就没有用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跟他聊天 聊聊聊 很多人就跟我说 李长老 这个 这个 你要不要进入重点了 一直给我打眼神 你要不要进入重点了 我告诉你 重点这一分钟就讲完了 耶稣基督是真光 如果你要他就给你了 我不是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不承认他需要这个东西 当他不承认他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说都没有用 必须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那才是问题 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就永远不是问题 因为解决的方式有很多 对不对 耶稣这样就看见了 耶稣说看见就看见了 耶稣麻烦一点 土唾沫 或你抹在你眼上 叫你去看见 你就看见了 问题不在这一个 问题是我不认为 我需要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灵里面黑暗的 当我们知道自己灵里面黑暗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愿意 而耶稣就是那个真光 我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聊聊聊 聊到后来 他觉得他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试试这个呢 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谈了很久 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 后来他就 我就问他说 我说那你这个 你这个你需要去 寻求医生的帮助 他说我都寻求了 那我说医生怎么说 他说医生说我不是病 我说好 那我说你需要寻求这个的帮助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需要宗教 他说什么宗教我都去了 我说禅七打了没有 打完了 我说你什么 去了 我说那没办法了 我只有最后一帖了 别的没办法了 我说我介绍给你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基督吧 他说耶稣基督怎么认识 我说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心门 光就照进来了 他因为走投无路 你听得懂吗 他所有的方式都作骗了 后来我说你打开心门吧 他一打开你知道吗 他立刻就得着了 因为不是解决的问题 是你要不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解决的问题 是你要不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灵里面是黑暗的 一旦我们知道灵里面是黑暗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整段的故事就是这样 我们把经文念完就好了 耶稣听他们要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来他说 主啊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因为刚才他已经看见了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就说他 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所以这个人就接受了耶稣 最后我们看一点就结束了 耶稣一致生来瞎眼了 是为了表明 一我们要有接受真光的心眼 二我们耶稣有能力 一致盲目的心眼 第三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黑暗的 第四我们需要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五是我最喜欢的 我们接受真光之后就能全然地改变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这很好玩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预备 请 他的灵色 我不知道你们读这经文有什么感觉 你要在我们教会聚会 你的想象力要丰富 第二你圣经要熟 第三你要懂哲学 你不是只有做而已 你看这个人 他以前不是在这边吗 就一直是讨饭的对不对 他的灵色和那树长 见他是讨饭的 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在这里讨饭的人吗 讲这个话不是很奇怪吗 他就是他嘛你听得懂吗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弟兄 因为我出去之后 至少遇过千人以上 那有些是老朋友 有些是新面孔 所以我就已经搞得 然后今天还有时差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弟兄来的时候 跟他的妻子 对不对 还有他们的朋友一起来的时候呢 我就没想起来他是谁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就在林南那边听 想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对对对就是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很熟他 可是如果一个人你很熟很熟很熟 他突然完全变一个样子 你会怎么说 这是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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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们还没有醒过来 我们发现真的非常稀奇 这一个人本来是个讨饭的 本来是个生来瞎眼的 可是当耶稣医治他以后 他有个很大的改变 我问你一个瞎眼的 你看惯了 后来能看见了 你觉得他是变一个人 对不对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嘛 所以他突然看见了 你就有这个人变了 眼神变了 改变到连他的灵色和树长间 那是讨饭的 都没有办法立刻分辨出 他是不是那个从前做的讨饭的 那我们知道当时的灵色 跟现在的灵色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灵色五楼搬走了 你住在六楼 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啊 隔壁的人住了十几年 都顶多点个头 那当时不是这样的 当时他们就是很近的 因为当时人也不多 所以当他变了时候 他对这个人变了 要不然因为这样 引起了争执对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之后的写照 我再讲一遍 当我们心灵眼睛被打开的时候 当我们盲目的心灵 有真光照进来之后 当我们发现 我们灵里面是黑暗的时候 当我们也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全然的改变 我再说一遍 我们会有个全然的改变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不仅外貌改变 我们内心改变 我们不仅行为改变 最重要是思想改变 他不是装出来的 他不是做出来的 而是他生命变了 因为生命变了 他就变了 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改变 我也觉得很惊讶 真的 你知道我这样子跑七十几天 到这么多教会去 如果按我自己原来的自己 我其实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有谁那么无聊啊 你说对不对 我需要掌声吗 我老实告诉你 我不是太需要 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可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们的改变 我就很高兴 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立定心志 那时候虽然我是个基督徒 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私心 就是我以后绝对不跟别人合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能力很强 我想想跟别人合作划不来 因为不同功却同仇 对吧 同功却不同仇 所以我不要跟别人合作 我真的 那个时候19八几年 19八几年 我到立法院去工作 一个小时 当时八几年 八二 八三 八二 八二我们当中有些人 都还没出生 你要知道八二年的物价 我那时候去写一个小时 立法院的东西 七百块 金台币 七百块 而且我写很快 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李胜峰 你们听过吗 朱高正 你们不认识啊 现在还活着叫做赵少康 他们以前在里面打架 做什么事情 我们在旁边做记录 你知道那个钱真好赚 他们一打架我们就停笔 最好打架我们就不要写字了 他们透过麦克风讲出来话 我才记录 所以扯掉麦克风 我们最高兴了 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写了 这样子 一个小时 那个时候在19八几年的时候 我在两个地方工作 一个在民传教书 一个在立法院 加起来年薪 一百多万 那个时候 19八几年的 年薪一百多万 那个时候 大陆流行万元户 你听个懂吗 万元户是全家 有一万人民币 叫做万元户 我是每个月的两万元户 每个月 我每个月赚 人民币两万 两万元户 那时候19八几年 19八几年 到90年的时候 是我不跟别人合作的 年轻的时候 那叫做白工 那就不必了 你听个懂吗 就是去一个地方 他给不给机票 不知道 他会不会给车马费 不知道 我就去 我都觉得说 我现在有时候想想 我不太认识我自己 难怪这些人 不认识别人 不认识那个是 树来讨饭的 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 当你被改变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连你自己 都不认识你自己 其实我这样 一站一站这样跑 大部分的时间 我比现在的声音 还不好听 尤其到后面的教会 我就跟他说 真的不好意思 排到后面就是倒霉 因为只能听这种声音 我如果真正好好讲到 声音还蛮好听的 是可以的 后来他们就只能听这种声音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愿意啊 为什么我愿意 那是因为我被改变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听个懂吗 我问你一个本来看不见的人 他别人看到他的脸 跟他看到之后呢 现在不要讲这个人 这个人当然很高兴嘛 可是别人看到他的脸 也很奇怪 对不对 我自己都不了解 为什么我自己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羡慕这样 我告诉你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心里面说 我愿意就好了 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说我愿意 因为你发现 我们如果没有接受光的心眼 我们不能看见光 我们知道耶稣可以医治 那个盲目的心灵 我们却不知道自己 灵里面是黑暗的 我们也不能 可是一旦知道 这些都有了之后呢 我们只要说 我愿意就好了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一个人 其实他是生来瞎眼的 耶稣霍尼抹他的眼睛 已经说去西罗亚赐子一洗 他说什么 我愿意 他就跑去洗了 对不对 回来就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人了 因为他眼睛看见了 救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 而这个愿意 你一次愿意 你就会发现 是永久愿意 因为你已经看见了 看见后就看见了 光就进来了 救主恩代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特别为 今天这段信息来仰望 我每次讲到这段信息 我都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自己 就是受益的人 我不仅是那个 生来瞎眼的 我也好像那个 法利赛人一样 老是要抓别人的把柄 但是有一天 当你的光照进来 我发觉我需要的时候 我就得着了 我向你心上感恩 求你恩代我们 为我们教会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今天来参加的每一个人 或者在网路上收看的人 或者有一天 有人突然看到的 这个影片 求你让他愿意 打开心门 就说我愿意 你光照进来吧 主要 然后我们就改变了 我求你自己恩代保守 我们现在要一起用餐 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和弟兄姐妹的家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 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